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春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經濟大漲 而且再創波段新高 好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指數 直接跳空上漲之後 一路走高 那最高漲快300點 那現在大概漲260幾點 然後上一線不是很長 那今天整個指數呢 再創新高嘛 對不對 好 那可樂 我還是要問你一個問題 你看這兩天的盤是都有漲 可是這兩天的盤 你會高興嗎 為什麼我這樣問 你看 指數為什麼上漲 都跟台積電有關 你看今天台積電大漲 對不對 那你台積電大漲 也代表說這個盤是指數有稱之外 最主要在漲台灣50 有沒有 你看這台灣50 那台灣50一動也代表說 這個盤它才動的是全值股 那如果說 你沒有買到全值股 如果你去買到其他 去追買一些小型股的話 你會發現好奇怪 怎麼搞得最近有些股票 漲不上去就算了 甚至於還在創波段低點 所以呢 你會高興嗎 那當然這個盤到底有沒有機會在攻 那到底個股的操作要怎麼做 東西我們待會兒一一跟大家做解說 我們先來看這個盤 大家比較擔心就說 指數漲那麼高了 到底這個盤會不會去追高 那當然這是要看個股的部分了 我們先來看盤要怎麼解 其實我昨天在我們Light Edge裡面 我也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這個禮拜有兩件大事 第一個 是這個禮拜美國 歐洲 日本跟台灣 我們央行都有利率決策會議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就是今天晚上大概8點半左右 美國要公佈CPI 然後之後就是利率決策會議 然後再來要公佈什麼PPI 還有什麼零售的銷售數據 這些全部都是跟通膨有關對不對 其實我這兩天我有跟他講說 你從油價的表現來看 照理說通膨應該是會降 但是那個降幅能不能讓市場認同 這個我們不知道 那最起碼今天晚上就要公佈CPI 那這我們也不要去猜了 等到數據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跟大家去解 後面以CPI的角度裡面來看 後面到底這個通膨要怎麼去看 所以以目前這禮拜這兩件大事 都會跟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美元 就是美元 好那你看 昨天美國股市它是上漲的 那當然因為大家也知道嘛 你現在6月它不會升息 好6月不會升息 可是呢你注意看 6月不升息 可是呢你美國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呢 它也沒有跌啊 對不對 你看這樣的走勢沒有跌下來 那再來呢 美元這樣子算有跌嗎 還好吧 這波美元啊從之前跌下來之後 彈上來到目前為止 它也沒有跌嘛 所以我們現在去看什麼 就是說第一個 你整個CPI的指數 就是說你通膨的數據 到底那個降幅 能不能達到市場的要求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就是 就是 禮拜三嘛 大概禮拜三禮拜四 這就是聯準會議 預計不升息嘛 對不對 可是呢 當這個會議結束之後 後面有會後聲明啊 但是呢 同學你要注意看 當這個會議結束之後 接著市場要去討論什麼東西 接著要討論的是7月 你7月到底會不會升息嘛 對不對 好那現在怎麼看 其實你從那個 聯準會有一個傳聲筒 叫華爾街日報的記者 他之前寫了一篇文章 他之前有這樣說這一句話 我們來仔細看 華爾街日報裡面 有一個聯準會傳聲筒的記者 那他在5月底的時候呢 曾經撰文指出來 近來官員的談話顯示 聯準會6月是暫停升息 暫停升息 等夏季燒完了 再準備調高利率 所以你從這一段話裡面 你就可以發現到啊 6月是暫停升息 但是你說7月會不會升息 那個機率是很高的 因為你從之前的澳洲也好 加拿大的央行也好 之前本來已經停止升息啊 結果又突然升息 因為通膨降不下去嘛 所以呢這個禮拜 你去看那個通膨 到底他降幅怎麼樣 如果降不下去 降幅只有一點點的話 我跟你講7月還是會升息 好那如果7月升息的話就比較討厭啊 因為從這一次就過兩天之後 聯準會會議升完就是這次不升息之後 現在都一直在討論7月升不升息啊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你就可以發現到 如果說一直討論的話 你美元就跌不下去啊 如果說美元跌不下去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嘛 我昨天這邊有跟他說過 在這裡 我們來看 昨天我說接下來你要注意什麼東西 美元的這個價位 104 如果說104突破的話 我跟你講這個股市就要準備高檔震盪 所以呢 這個盤它目前都還是在多頭 可是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多頭會不會讓你去做追高嘛 對不對 好那我這幾天我怎麼跟他講 你看 上個禮拜我就跟他講 我說這個禮拜會有一堆股票創低點 但是不代表說這盤是空投 我昨天還跟各位說過 這裡還是多頭啊 可是它又多很嚴重啊 什麼叫又多很嚴重 你現在回頭來看 有沒有一堆股票創低點 指數創新高啊 可是你有高興嗎 你看 這些股票是不是創低點 你看 這些股票是不是做完頭之後創低點 我如果股票名字我就不念了啦 你看這些股票 做完頭之後呢指數創新高 結果它再創低點 有沒有 是不是創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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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啊 像之前這些啊 像寶勝光學啊 之前漲上去的時候 一堆老師都說有啊 每天那個最強的股票都說有嘛 有到最後你會發現到啊 結果這樣一根跌下來之後 到現在為止再創破斷低點 你看這些是不是已經開始破線了 創低點 很奇怪喔 盤是創新高 你看一堆股票創破斷低點啊 你看那帽底 之前漲的時候大家都有啊 結果到現在為止呢 你當初沒有跑的 你到現在為止啊 一直套 你看這些是不是創破斷低點 你看這些是不是創破斷低點 有沒有 都創破斷低點 一堆嘛 有沒有 都在創破斷低點啊 都在創低點啊 一堆耶 真的是一堆耶 真哪一堆啊 我跟你講啊 現在不是說這些創低點的問題而已 現在很多個股啊 它不漲就算了 它還在給你盤頭 舉個例子來講 注意看嘛 你看大學官 可能在這裡啊 欸你不能破喔 欸你這一破 你上面套的籌碼越來越多喔 你看千負基密 這些是不是之前一堆老師跟你講的 什麼強勢股 每天都有的強勢股 到現在為止都快破線了 你看這些股票都快破線了 有沒有都快破線了 中光電 七五已經快破了啦 這些股票都在做頭啊 有沒有 是不是做頭 從這個例子來講 我當初有跟各位講過什麼 對動元件嘛 四月初那時候掌上來的時候 一堆老師買在這裡 都跟你說有啊 結果買到現在為止你看 股價沒有上去啊 融資它還是創高啊 你看那國巨 有沒有 那時候一堆老師都說有嘛 有到現在為止你看喔 到現在為止啊 欸它不能破線啊 如果這一破線的話 你今年買進的你是全套啊 真的你今年買進的是全套啊 所以你說指數創新高 我問你有什麼好高興 如果你今天買錯股票 你根本高興不起來嘛 更換九成所有的老師都是啊 今天漲的都是他的啦 我跟你講啦 這盤每天都還是有漲的股票了 只是那個輪來輪去 輪來輪去啊 結果呢每天漲的最強勢的股票 九成老師都拿出來跟你做分析 都跟你說他都有 那代表什麼 那都在亂槍打鳥啊 那個輪動那麼快 漲什麼你都有 漲什麼你都有 結果呢都在亂槍打鳥 買一堆買一堆 看哪一隻鳥飛得上去嘛 如果說哪一隻鳥飛得上去的話 再拿出來繼續做生意嘛 是不是 可是我可以跟他講 這兩天指數讓你看到創新高啊 投顧老師一堆啊 都在走停損 為什麼 因為這個盤他現在在走的是全值股 你之前去買的一些股票啊 到現在為止 我就說啊 很多個股都是這樣子啊 你去追買之後呢 創破亂低點嘛 我舉個例子來講 你看喔 當初我一剛漲停盤的時候呢 大家都有嘛 一疊下來大家都不見嘛 是不是 像昨天的綠基啊 昨天掌上來大家都有嘛 留著上影線跌下來之後呢 大家都不見嘛 所以可見很多在追嘛 那追到現在為止呢 一堆人都在停損 很奇怪喔 指數創新高怎麼搞得一堆人在停損 因為亂槍打鳥啊 鳥沒有飛上去鳥死掉了 這鳥死掉了 所以都在停損啊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過啊 這個盤我一直提醒你啊 你真的要看得懂盤 你才知道說你現在怎麼做 才是對你最有利的 所以5月26號我就說 你不要去當最後一隻老鼠啊 5月30號我說 這種盤你不是用追的啊 你要懂得去抓到穩定的 上漲的股票 你要小心什麼 又多陷阱對不對 我6月來跟你講 我說這個盤啊 多頭是沒有變啊 可是我看到很多個股 是在溫水煮青蛙 所以你看到現在為止啊 漲台基建啊 漲全止股啊 啊你追的小型股呢全掛 那你問我說 老師那現在我要怎麼做 好我們來仔細看啊 因為 多頭又還在 所以這個盤會讓你很討厭啊 你要看很清楚啊 比方說這個盤 比方說老好 我之前就有講過了 一路在上漲的過程裡面 你去講空 逃不到便宜啊 你要怎麼去說服說 你放空是賺錢的 雖然有些個股跌下來啦 除非你每一檔都去證明 你拿coction出來證明說 你看我空這個 你看跌下來 你看我空這個跌下來 結果證明不出來嘛 那指數一直漲 你講空沒有用啊 那指數一直漲呢 那你去拼命去買那個 強勢的個股 今天漲那個你也有 漲那個你也有 沒有用啊 一堆老師在停損啊 所以我就跟他講啊 你現在要的不是說啊 漲上去的股票 然後呢一堆老師在介紹 沒有用啊 你現在在追這個股票 現在已經很多個股要破線了嘛 對不對 我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去抓這什麼 低檔的股票 什麼樣的個股 能夠從低檔起來 那我也跟大家講 我跟其他老師做法不一樣 我不是在每天跟你介紹強勢股 如果是這樣做的話 那個每天股票都不一樣 是不是 那我現在幫你抓什麼 我在幫你抓在低檔 什麼樣的個股有這個潛力 它能夠攻上來 兩者不一樣喔 這個位置不一樣喔 對不對 那到底做不做得到嗎 我們來仔細看嘛 到底這盤要中什麼 你來仔細看啊 我那時候有跟各位講過 美股會漲是因為什麼 台積電的ADR 它也在創新高嘛 是不是 你現在回頭來看喔 很多人跟你講AI 可是NVIDIA的股價 已經沒有在創新高了 資錢利多出來之後 它就橫在這裡啊 那你還要預防說橫在這裡 它會不會跌下來 然後去破這個頸線嘛 對不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說過了 你要去抓股票 很簡單 你不要去說 今天漲那個你也要 漲那個你也要 每天都有漲的股票啦 可是漲的股票都不一樣啊 你現在回頭來看嘛 很多個股到現在為止 這些都是你之前去抓的強勢股 到現在是跌下來 是不是 我剛才也跟他說嘛 像大學光這些 漲上來大家都有啊 結果到現在為止都沒有上去啊 所以我就說嘛 亂槍打鳥結果鳥死掉了 一堆老師在庭審 那你要怎麼做 你去抓什麼 抓跟台積電有關的股票啊 我那時候 我6月2號是不是有跟你講彩玉 對不對 欸 朋友們我在講的時候 投資 你在這市場沒有看到 任何一個老師跟你講說 哇 你看這檔股票 沒有啊 但是我那時候跟他講過啊 股價還在低檔 它是台積電的概念個股啊 所以你去抓低檔的個股嘛 就是抓什麼 抓這個位置的股票嘛 不是每天在那邊介紹強勢股啊 那沒法啦 真的啦 你現在掏一堆啦 但是你今天跟我做呢 你會發現到啊 在低檔的時候 230左右嘛 你看嘛 9點15分嘛 我連扣訊都給你看啊 9點15分 這邊230左右叫你買 你一定買得到啊 你一定買得到啊 買完之後就上去啊 震盪一兩天 結果呢再創新高嘛 創新高完之後呢 再創新高嘛 結束了嗎 6月9號 禮拜五掌停板嘛 又再創新高啊 創新高完之後呢 再創新高 我問你啊 我是上來之後才跟你講的嗎 掌停板那天一堆老師跟你講彩域啊 才來跟你介紹 當初還沒有動的時候 我們在低檔就跟你說啊 到現在為止漲一段起來啊 我問你啊 哪個方式對你比較好 你想一下嘛 如果說一定要漲起來之後 你再來進去 你看嘛 等到漲起來之後一進去 融資開始增加嘛 就開始走震盪啊 所以我昨天已經跟你說過啊 你不要追了啦 因為當初我們從低檔的時候叫你買嘛 買完之後是不是走上去 這就是我跟他說的啊 股票的操作喔 不是漲上來你再追 而是低檔的位置你先買 對不對 那這樣的操作也不是只有一檔兩檔啊 你注意看嘛 當初我跟他講啊 台積電的設備股 6月7號禮拜三 9.01分109.5附近買嘛 你看嘛 剛剛買啊 買完之後呢 隔天創新高 禮拜五呢說漲停 有沒有 再創新高 漲停完之後呢 再創新高 有沒有 這個位置叫你買 買完是不是上去 對吧 好 再回頭來看嘛 我說我跟其他老師操作不一樣嘛 九層老師都是在介紹 今天漲什麼股票拿出來給你介紹 我不知道他在介紹什麼東西啊 講得好像他都有 既然有就拿coaching出來啊 沒有一個老師拿得出來嘛 對不對 反正就漲那個你也有 漲那個你也有 所以就買一堆啊 就像我跟你說的亂槍打鳥 結果這兩天指數在創新高 一堆老師在停損 你不是覺得很諷刺嗎 所以說你買在這個位置的股票 你現在已經開在停損 套牢了嘛 但是你買在這個位置的股票 你就會發現啊 股價是創新高啊 對不對 然後呢 採域也是一樣啊 股價是不是也在創新高 是吧 好那重點來了 那老師按這些股票 當初來不及買 或還沒有加入 那怎麼辦 我可以跟各位說啦 照樣我們還是一樣 下一檔還是買在這裡 他還是要繼續走高 那到底下一檔在哪裡 這樣啊 我們看完BCR我們來應證了 到底我今天這樣做法 是不是你要的啦 我不知道 搞不好你就是喜歡去追高 其實我就是說一句話 你喜歡去追那個強勢股 你自己做就好了 你幹嘛花錢給人家 然後叫人家帶你去追強勢股 然後呢 每追一檔套一檔 是不是自己追就好了 對不對 但是你跟我做不需要這樣 好不好我們繼續再找 從第一檔準備起來的股票 到底在哪裡 導播請播BCR 謝謝 接下來下一檔 在這種震盪盤局裡面 它能夠一軍突起 從低檔起來的股票 我接你喔 同樣的 我們還是從台積電的概念個股 去找到手 像這一檔個股 是台積電的設備廠 而且它本身也還有 航太工業的一個概念 那這些股票都在低檔沒有動啊 沒有動的情況之下 可是它慢慢的那個底部 已經開始打出來了 所以呢 這一類型籌碼穩定 有基本面的股票 我跟你講喔 你不要等它說 一動起來之後 一上去之後 你再來追啊 你低檔先把你成本壓低嘛 等到一動起來 一過緊線之後 後面就是先走一段了 所以呢 有基本面有提財的個股 而且籌碼穩定的股票 你知道嗎 你這樣的操作模式啊 你才不會每一檔個股 你再追高點 不好意思啊 好 下一檔在哪裡 你看喔 當初的彩域 第一檔買完上去嘛 精彩買完之後上去嘛 對不對 好那沒關係嘛 再來不及的 還沒跟上的 趕快跟上 剛剛BCI跟你講過了嘛 台積電設備 它還有航太的概念 股價在這段走勢裡面 你有看到它大漲嗎 沒有啊 那這種沒有大漲的股票 就不會有人介紹啊 不是嗎 這都是漲停板 創新高 然後就跟你講 哇你看這個股票有多好 然後呢 把基本面拿出來唸一遍 然後再跟你講 你看我低檔就找 就叫你買了 可是沒有一個人拿得出口訊啊 那每天股票又不一樣 就東買西買 我就說啦 這種操作模式一定是買一堆啦 你不想買一堆 你想要集中火力 穩穩當它 做它一段的 下一檔在這裡 有沒有 我們來仔細看 中砂 很清楚啦 有低點 18到19 一定買得到嘛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買股票那時候 股票都還沒有動 不是說股票已經漲到 漲超過一半以上快漲停 一堆老師叫你去買 沒有這回事啊 沒有動的時候 你就先買嘛 買完之後咧 你要不要來看今天 你看嘛 今天有沒有大漲 有啦齁 這個位置買完 上去了 那你想想看嘛 這樣的操作模式 我問你啊 你怎麼去當最後一隻老鼠 我問你啊 你要怎麼去當最後一隻老鼠 根本沒有機會嘛 這樣的模式 你怎麼去當最後一隻老鼠 都在低檔買的啊 都在低檔買啊 買完之後就上去啦 所以我就跟他講啊 這個盤為什麼當指數創新高的時候 很多人不高興 當然你不高興啊 因為你都在追啊 追到現在為止你就看啊 一堆股票穿波段低點 一堆股票穿波段低點 你看都跌下來了 有沒有 很多股票這樣子一跌下來之後 我跟你講你上面買的 你就全部套啊 那接下來反而這樣的盤勢啊 我是不是說過嘛 指數最好都不要震盪啊 如果震盪稍微大一點的話 接下來啊 很多個股啊 你要小心啊 他現在幾乎已經很多股票 他們在那邊跟你盤頭了嘛 對不對 盤一盤之後 如果指數震盪一點 他就破景線啊 這一破景線啊 你之前買的你要全部套啊 沒說說吧 你看嘛 像這邊做頭的個股很多啊 之前你看這些做頭的個股都一堆啊 有沒有 做頭的股票都一堆啊 你看齁 比方說了齁 之前什麼黃金概念個股去買的人啊 結果到現在為止 全部都解不了他 所以我就說嘛 你要去買那個比較高檔的股票 已經漲上去的股票 還是跟我們這樣子做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一路走高 第一檔買完之後呢 就一路走高 特別你去想一下 大家都怕追高 你也知道指數已經漲一大段了 既然指數漲一大段 你又怕追高 你幹嘛去追 我把我今天的做法 跟其他老師做法 不一樣的方式提出來 跟你做說明 我說啊 我是幫你去抓在低檔的潛力股 我不是每天在跟你介紹 已經漲上來的股票 那些強勢股 每天強勢股不一樣啊 每天都在介紹 講的好像每天都有 結果呢 如果說是這樣的做法的話 一定是買一堆嘛 買到現在為止 指數創新高 一堆老師在那邊停損 這東西你可能要思考一下 那當然你會說 老師那接下來後面的方向 到底在哪裡 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這一波美股能上漲 其實都跟台積電有關 所以我就跟你說 你選股不用那麼麻煩 看到這個也要 那個也要 你就從台積電的概念個股 去抓就對了嘛 那接下來呢 你台積電的概念個股 也起來了嘛 對不對 你台積電不可能每天都漲啊 但是如果說 你從美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最近美股在漲的 反而是特斯拉的概念個股 特斯拉的股票 有沒有 那就代表著說 跟特斯拉相關的概念個股呢 反而在這個時間點 在低檔的股票 接下來要輪動的方向 就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你不用買很多 賺完之後我們再 賺完之後我們再換下一檔 賺完之後我們再換下一檔 好不好 這樣的模式如果能認同的 我建議你啦 乾脆就跟著一起來啦 好不好 富貴穩中求50% 我們就不當你服務道 年底好不好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運打頭顧蕭老師 富貴穩中求 50%服務到年底 50%服務到年底 民衡有限 額滿皆知 書博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臺北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準 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準 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準 如果都是低檔買完之後呢 再創新高 所以你說要怎麼去當老鼠 不可能嘛 那接下來這個盤 還有一個結構要動 我在那個Line Ads裡面 有寫得很清楚 我預計大概明天左右開始 應該要發動了 那你要怎麼去抓低檔的個股 後面準備上工的股票 建議你跟著一起來 好不好 與其你去亂追 不如乾脆穩穩當當的做 富貴穩中求50%服務你到年底 歡迎你來電諮詢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